在美國最高法院對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問題 做出判決60多年來 推動包容多樣性的努力 不僅只針對學生 也包括教師 非盈利組織卓越教育者 由教育工作者創立 希望找到學校中的問題並倡導解決方案 該組織呼籲市府和州府 能為教師預備計畫提供資金 讓不同背景的教師獲得更好的教育 進入公立學校系統 推動教師多樣性 不少教師在現場表示 課堂上缺乏多元的教師 會讓學生產生持久印象 阻止有色人種學童進入教育行業 新唐人記者宇婷唐成 紐約報導 激土教師,農學院僚 發生在藝術中 活躍地出現 然是最終極道理組織 最終的結構 發生在宴 發生竟動物